在此同时台股即将有新制度要上路了 证交所宣布各股讯息面暂停交易机制 在15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五正式实施 未来上市会公司只要预计发布对股东权益 或是股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都必须要向证交所申请股票暂停交易 让投资人能有时间冷静的反映资讯 连续两个交易日的垄断机制 让2016年才一开春的路股撒破了胆 而台股数号也要开始实施各股讯息面暂停交易机制 市场议论纷纷就怕投资人误会 证交所再次重申两者并不相同 它跟路股的熔断机制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措施 今天怎么在这个价格或交易量上面有很大的变化 那后来原来是公司有一个重大的事项要进行 那这个这样的案例对市场投资人是非常不好的 新制度上路未来上市贵公司一旦在下午5点的交易时间内 预计要宣布或是召开董事会决议重大事项 就应该要主动申请隔一天的股票暂停交易 另一种情况则是公司对于媒体报道 如果没有办法在当天完成说明也必须申请 原则上都以暂停一天为主 没有按照规定走的公司 证交所有权主动暂停该党股票交易 最高还可处罚500万元 那交易所一定会了解他这个没有申报的原因 那如果确实违反规定的话 那交易所这边会定有法则 对市场上所有的投资人都是有利的 因为我们市场上的交易 重要的就是要公平跟效率 以最常见的暂停交易原因来看 合并或收购案最为普遍 以日月光收购细品案举例 日月光必须申请暂停交易 不过由于细品并非合议收购 因此不需申请 反倒是合议收购案 像是中国大陆紫光收购细品的情况 细品就必须提出申请 期望透过新制度 能让投资人充分消化讯息 避免股价过度波动 有点TV前话杨超成台北报道